大家好 其實為了青山公路擴闊這一年公里的工程 我們已經在過去一年 幾兩年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 但政府仍然堅持他們的做法 他們的建議是要砍成200至300個樹 這個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已經覺得很離譜 因為青山灣這段路本身不只是一個住宅區 亦是一個郊遊區 如果沒有這些樹 沒有這個環境 其實本身這段路 青山灣已經不是青山灣 所以我們很失望 我們努力了兩年 但政府仍然堅持他們的做法 其實之前我們跟路設署開會 路設署的官員也有說過 其實有其他改善方法 解決方法 但他們最後都是可能本資辦事 但為了保護這些樹木 我們是會繼續努力抗戰到底 多謝我們 我們這一班的居民 我們是由不認識去到認識 大家互相協助地去尋求解決方案 不讓政府去斬這200多棵樹 其實今時今日的科技和智慧 要疏度交通不一定是去斬樹的 其實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例如在隧道或其他支線線條去疏度交通 我們很期望路政署可以接觸居民的想法 而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也都可以疏度我們的交通 謝謝 各位街坊 大家好 其實我是很感動 因為很少大家見到今時今日 在這麼忙碌的社會裏 有一批街坊出來為自己的社區走在一起 剛才Grace和Queenie跟我講了 這兩年來他們又不認識到認識到 還成為了戰友 但我們見到政府或官僚 現在是越來越不擇手段 因為都未試過 我們翻查的紀錄 是很少發覺在一個社區 一個成熟 和有了一個很長時間居住的社區 是可以斬300棵樹 和在他們屋企門口 大家都明白 所有斬樹斬到他們 每一個街坊的屋苑的門口 將來他們走出來 就是一些相當之多的交通污染 甚至是令到這裡的交通更加混亂 為何會這樣說呢 所謂的新的道路 原來是做多很多些不必要的流量 轉來轉去 原本可能車一經就進了屋 將來多多兩個圈 才能回到家 怎會在這個時候 有人做這些 是這麼愚蠢 和這麼不得人心的事 大家見得到 在潘涵道 政府是不擇手段 斬四棵樹 夜來是全城的憤怒 我相信 在青山灣 如果它強行來的話 不只是屯門的街坊 其實我們很多人在這個 青山灣 在咖啡灣 都有很多集體回憶 我自己 小孩子的時候 都在這裡游泳 一定記得這些地方 所以我相信 強行來的 只會令到更加多屯門的街坊 甚至其他不是住在這裡的街坊 走出來參與這個抗爭 所以 今天很高興 我們有機會一起 是踏第一步 這個絕對 不會是最後一步 如果政府要堅持 是要斬這棵樹 我相信 所有的街坊 和其他市民 一定會走出來